也封锁了三个礼拜 以及日本的东京奥运恐怕将延到了2021年 详细的新闻内容 在今天我们也有完整的详细报道 而一开始呢 现在要来关心新北市长侯友宜 听取了新北市居家检疫关怀中心的报告时表示 现在新北居家检疫的人数位居全台湾之冠 如果恶意乱跑的人不排除要公布姓名 另外呢 警方也会不定时到管委会做抽策 拿到了防疫手机的市民 恐怕呢也将会在晚上的时间接到电话 关心挂包级这次因应了疫情 又做出了善心的举动 在24号 他在台北的龙山寺的外面发放了 有5000包的卫生纸跟500个肉包 原先呢是早上10点要发放的 不过一大早就有人前来排队 涨低群聚感染的风险 新北市的三重知名的连锁KTV同学会 配合政府的政策开出了第一枪 决定要暂时歇业 估计停业一个礼拜 损失高达了200万以上 而为了避免居家检疫的民众 再跑到了营业场所狂欢 台北市新医区的警方呢 也将会持续的扩大领检 严的病毒筛检全部呈现了阴性 在月底呢将会再裁检一次 而戴姿颖呢 从开始打国际赛事之后 就没有休过14天的长假 而现在居家检疫14天 他说呢 他在家里头拼图跟看影片 还自拍了腹肌照 秀出了自己的隔离餐 直呼自己没有练习 这么样吃 在14天之后 会变成一只猪头 接触者感染 再公布了有5起 境外移入的群聚感染 而且分布的国家非常的广 包括了美国 英国跟荷兰等等 都有台湾人 回到了台湾之后确诊 而部分的感染呢 是跟过去的个案有关 大部分都是为了旅游 或者是工作 累计人数来到了195例 台湾的确诊病例呢 累计来到了195例 要来关心目前全台湾的分布图 您可以看到双北地区还是最多的 目前呢 台北市52例 新北市51例 在桃园市则是22例 而要来关心的是 中研院的群聚感染 再新增了一个人 除了4名研究人员之外呢 还有一个人的同住女朋友也确诊了 中研院呢 也公布了病患的部分足迹 其中的一名确诊者呢 他曾经在3月12号的晚上6点半 进到了体育馆两个小时 体育馆里头的设施呢 包含了像是游泳池 还有健身房 跟各式的球类场地等等 不过这一名确诊的病患 他当时到底是用了哪一些的设施 还没有办法得知 所以呢 现在中研院也公告了 如果同仁们身体不舒服 可以申请在家办公 荷兰 要来关心案174跟案171 在荷兰工作 而其中呢 案171的太太跟4岁的儿子 也一起到过了荷兰 想不到回台湾之后呢 这4个人都是确诊的 幸好在机场检疫之后 就拦了下来 4个人都没有进入到社区当中 不过这一名男童呢 也是目前全台湾年纪最小的确诊者 医师就分析了 幼童呢 是因为发育不完全 并且免疫力比较低的关系 所以在国外呢 有研究显示 在武汉肺炎的重症儿童当中 有6成都是5岁或5岁以下 12号他勾选的是国内休假 想不到这名环保署员工呢 竟然是跑到了国外埃及旅游 22号呢 确诊他感染了武汉肺炎 创下了国内部会的确诊首例 而防疫医师也强调了 说这一名环保署的员工呢 跟同事之间接触呢 算是蛮少的 彼此之间也都有戴口罩 但以防万一 跟这一名员工接触过的4名同事 都已经启动了居家办公 而环保署长张子敬也说 会对这一名员工进行该有的惩处 台铁的公务到办公 21号呢 发烧症状就医 才发现说他有过杜拜旅游室 却请假呢 说要照顾家人 而台铁查证之后表示 这一名人员呢 请的是一般的休假 没有说要出国旅游 依照了台铁的规定 除非是到中国大陆 否则是不需要报备的 而当时呢 杜拜都还没有升级为 三级的旅游警示 员工也并没有违反规定 所幸呢 这一名发烧的台铁员工 裁剪的结果 二彩还是阴性 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 是不能够外出 但想不到呢 还是有人不遵守规定 22号新北市卢州的警方巡逻时 发现了这一名女子 骑车的时候很心虚 用小电脑呢 一输入了资料发现 他竟然是居家检疫者 就立刻呢 将他拦下 这一名女生就说了 是因为家里头没有人 所以呢 想要外出买东西 甚至呢 还想要去卖场 远景立刻通报了卫生局 将人带回 而未来也会开罚 4万多人大关 而其中有将近一半 都在美国的纽约州 纽约市呢 更是重灾区 现在纽约市长白思豪呢 就紧急跟外界来求援医疗物资 而另外呢 包括了纽约州长古墨呢 更是下令 州内的医院必须要 强制增加一半的容量 以因应不断涌入的病患 1.5而武汉肺炎的疫情年收 几乎每一天在意大利 都是暴增了 有四五千个确诊的病例 而死亡人数呢 也持续的上升 像意大利全国封城 希望能够减缓疫情 但是在意大利呢 还是有蛮多的民众 他们是想方设法的 要溜出门来透透气 让很多意大利的父母官 现在非常的头痛 就有市长在镜头前痛骂 说这些民众真的是太自私了 干脆直接上街 把这些民众赶回家 今年2020年的7月24号 东京奥运将会正式登场 但现在东奥呢 恐怕要延到了明年2021年了吗 这是因为国际奥委会呢 才刚刚表示 说要耗费四个礼拜的时间 来讨论东京奥运的前景问题 而有一名资深的委员呢 就随即跟美国媒体表示了 说东京奥运确定延期 但是国际奥委会认为 每一个成员都能够表达意见 对于这项消息不买单 外费业疫情爆发 东京奥运半不半的城 一直受到国际关注 中心宣布架起了两道防线 分别是机场的拦截 还有居家检疫 而机场部分呢 今天开始禁止来台湾转机 行李进海关要先消毒 再进转盘 而入境的旅客呢 搭机之前 如果服用了退烧药 是不会开罚的 但需要诚实的回报 检疫站呢 会针对了发烧跟特殊的情况 进一步的疫调 一万六千多人死亡 西班牙政府呢 也公布了最新的数据 截至了23号为止 确诊病例呢 从两万八千多例 已经增加到了 有三万三千多例 而单日新增的死亡人数呢 就多达了有四百六十二例 另外疫情呢 似乎也往政府扩及 副首相呢 是因为呼吸系统感染 猪猿治疗 也正在等待 武汉肺炎的病毒 检验报告出炉 投身到了第一线 而短短的一天之内 在意大利呢 就有将近八千名的医生 自愿投身第一线 而意大利呢 从二月底爆发疫情 至今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确诊病例呢 已经突破了六万人 将近五千五百多人死亡 病例数急速的攀升 让医疗体系崩溃 因为心脏的问题开刀 不幸离世 震惊了外界 很多艺人好朋友 纷纷发文悼念 有心脏科的医师也分析 说刘真罹患 主动脉半膜挟载 很容易导致血液输送不足 随着半膜的挟载程度越高 会出现胸闷跟胸痛 或者是呼吸困难等症状 连线讯息要来关心 高雄有英明居家的检疫者 竟然开车上了国道 一路开到了彰化 而国道警方发现 这辆车行车不稳盘查 马上发现了竟然是 居家检疫的对象 而目前最新的状况 连线给记者柳其红 连线议员庄之才提议 因疫情取消了临时会 跟五月份的正式议程 有多名的委员复议 而议长的同意要取消议程 花莲议会全为了全台湾的首例 因疫情修会的议会 而至于重开的时间 考量疫情状况之后 将会再做决定 最新的讯息也提供给您 再来之后来看到了 副总统陈建仁 他也是工委专家表示 武汉肺炎的发生率 致死率跟病毒检验阳性的 相关分析 副总统陈建仁认为 目前各国的疫情 仍处于上升的阶段 武汉肺炎肆虐的缓和 至少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台南市行大为了宣导 刑法修正案 请出了22名的警察 拍摄了宣导短片 还加入戴口罩等等的防疫内容 欢喜也搞笑的剧情 让这支影片短短四天 累积了有多达17万人次点阅 打破了历年以来宣导片的记录 而网友纷纷大赞 说这支影片非常的有趣 更笑说这群警察 是被耽误的演员 一线报道了武汉疫情的状况 结果人呢就突然失联不见了 而外传他很有可能是被居家监视当中 随着目前中国大陆的疫情逐渐好转 他的朋友也带为管理了陈秋实的推特 也帮忙发文说 陈秋实呢已经失联了45天 希望外界救救他 他们每一天用过的垃圾 也具有了感染风险 应该要申请甲级废弃物处理 但现在呢每一天却只有2000多人申请 其余4万多人的垃圾 可能都被当成了一般垃圾来处理 而对此呢立委也质疑 环保署无法可管 可能成为了一大防疫漏洞 连瑞德西伟药物被视为 现阶段唯一有疗效的药物 而国卫院呢已经完成了 瑞德西伟药物功课级的合成 幕后最大的工程 就是由王文杰博士带领的四人团队 他们不眠不休 努力完成艰辛的开发经过 地产业行政院长苏贞昌 开了跨部会的会议 决定要再加码400亿 希望各部会可以尽快讨论 在一周之内定案对外公布